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今天呢我们来解说一部于2020年上映 每五分钟就会出现一位明星的超强阵容日本电影 试着死了一次 伴随着嘈杂的死亡金属背景音乐 本篇女主小七登场 她穿着西装却掩盖不住内心的叛逆 张口闭口Deaf 她的自我介绍开始了 本人小七最喜欢寿司Deaf 对讨厌爸爸Deaf 总感觉爸爸身上有臭气 她甚至在家里都跟爸爸划清了界限 别说看到爸爸了 就连提起她 小七都觉得烦 小七的爸爸是个制药公司的社长 也是个化学狂人 比如小时候 妈妈在讲王子文醒睡美人的时候 爸爸在身边说 哪个是人工呼吸 妈妈带小七看浪漫烟花的时候 爸爸说 哪都是化学元素 就连父女俩为数不多的游戏时光 也都是被元素周期表 小七长大之后 爸爸不让她化妆 不让她参加乐团 天天念叨她 有她收受心 早点来公司继承爸爸的事业 喋喋不休的她 简直烦死人了 爸爸越不让她做什么 她就偏要做什么 她就要组织自己的乐团 还要玩那种死亡金属乐 此时的她在舞台上高喊 爸爸你快死吧 去死一回吧你 也许是有心灵感应 爸爸真的死了 时间回到两天前 小七看着电视上 播放有人高价购买 返老回春药 小七嗤之以鼻 那正是爸爸公司的产品 社长爸爸又在念叨了 希望小七能进入自己的研究所 和她一起研究药物 太臭了太臭了 小七愤怒地朝爸爸喷清洁剂 小七是不会原谅爸爸的 当年妈妈生病 眼看又挺不住了 但爸爸仍然在研究所工作 没来看妈妈最后一眼 爸爸只关心自己 只关心研究 绝不可原谅 爸爸在小七眼里一无是处 但在研究所里 还是让人尊敬的社长 不过最近 她的研究所好像出了内奸 把她的王牌产品 反老灰春药 罗密欧的信息泄露给反派公司 再加上公司运营出现了困难 反派公司想趁机收购 研究员告诉她 虽然罗密欧的开发出现了问题 但她成功地研制出另一种药 可以让人暂时死掉两天 研究员给这药命名为 朱丽叶 真是个老土的名字呀 旁边幽灵吐槽说 大家别怕啊 幽灵其实是个活人了 只不过她的存在感太弱了 大家经常忽略她 她存在感低到 经常会被别人踩脚 在空旷的屋子里突然说话 会把别人吓一跳等等 社长倒认为 这也算是一技之长吧 社长为了更加了解女儿 于是派幽灵帮忙暗中观察 幽灵还发现 小七还真是叛逆啊 玩死亡金属月 连打工的地点都叫地狱餐厅 里面的菜有地狱拉面 天堂炒豆芽等等 小七就是看爸爸讨厌什么就做什么 幽灵拉住她问了一句 除了要对抗爸爸 你自己喜欢做的是什么呢 小七陷入了沉思 此时她的乐队也面临解散 大家都长大了 要结婚的结婚 要工作的找工作 此时小七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社长老爸在公司里也是很头疼 到底是谁出卖了她的情报呢 为了帮她排油解难 社长最信任的秘书杜布向她提议 她可以吃那个假死药朱丽叶死两天 这样公司的内奸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肯定就会暴露出来了 社长同意 但作为科学家 她本想读一下朱丽叶的使用说明书 好正确死亡 但却被杜布打断 强迫她尽快吃药 还把说明书扔在垃圾桶里 社长临死前想起了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有小七 有小七的妈妈 还有 呃 漂亮女生的性感照片 然后她就死了 这边是杜布接到电话 电话那边 反配公司的社长坏老大说了一句 傻屌已经死去的人 不算杀人吧 杜布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一切都被幽灵看在眼里 她当时情急之下藏在一个小衣柜里 其实她真是高估自己了 她就算是站在屋里也没人会看到吧 死后的社长飘在空中 信任科学的她却见证了很不科学的事 真的有黄泉引路人 老黄带她去黄泉 刚要过奈何桥 社长看到了死去的妻子 妻子却冲她说 你给我好好活着哟 你要是在这里死了 我就要弄死你哟 老黄说 哇你老婆好凶啊 于是决定宽限给社长两天 让她在人间逗留 回去之后 社长的灵魂观察到 她刚一死 杜布就推小七当新社长 毕竟小女孩比较好控制 她还急着与公司的元老们 商议与反派公司合并的事宜 幸好公司其他人不同意 杜布下了狠心 如果不合并公司 就直接偷社长的研究成果 再把社长提前火化就完事了 社长还看到 以前女儿小七一直在咒自己死 但当她真的死了 小七却流下眼泪 永灵来到小七身边 告诉她社长的真实情况 小七很生气 这么大的事 拜托竟然都没提前跟自己说一下 飘着的社长也为自己的行为后悔 老黄告诉她 我带走的人多了 所有人都是带着遗憾离开的 所以活着的时候要珍惜时光 把想说的话都说给所爱的人听 在得知杜布急着要给社长安排火化之后 小七和幽灵决定联手 来一出拯救老爸计划 小七先到公司哭诉 用超级捉力的演技 求得了公司至少要给爸爸办一个告别仪式 小七的计划是 把告别仪式放在老爸死后第二天 只要给老爸把时间拖延够两天 到时候他就能自己复活了 反派公司的坏老大看清了他的目的 提前订空了所有当地的殡仪馆 甚至买空了所有棺材 坏老大坐在棺材堆里超级开心 他不知道的是 小七是玩死亡禁数月的 舞台上一般都会放一个棺材当装饰 然后小七还通过个人魅力 把他们要办演唱会的地方 临时改成了追导会现场 忙活了一长天 当晚是圣诞夜 小七陪在爸爸身边 幽灵带了他最喜爱的寿司过来 还准备了一块圣诞蛋糕 很搞笑的 临时借用了社长的祭奠蜡烛插在蛋糕上 也算是另类的浪漫吧 眼看着这俩人关系越来越好 社长和老黄在上帝时搅课堂 当晚小七睡在爸爸身边 他已经好久都没有跟爸爸如此亲密了 甚至已经好久没有叫过他爸爸了 反派公司再次出招 强制提前了火葬的时间 那么小七他们现在必须要找到 能够让爸爸提前复活的办法 小七能看到爸爸的灵魂 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于是在父女俩玩了半天 你话我猜之后 小七终于明白了他的提示 提前复活的办法 就在爸爸的研究手册里 小七用自己名字 对应的化学元素打开了柜子 成功取出手册 上面写着 电流可以让死去的人提前复活 而在调查的过程中 小七也发现 爸爸并不是一个严厉只有工作的人 他当年研究烦老回春药 最初的目标是给生病的妈妈治病的 一直加班加点的研究 才错过了见妈妈最后一面 而他翻了翻爸爸的手机 看到他偷看漂亮的小姐姐 啊不对不对 他每天都会给小七的妈妈发一条消息 诉说着他的思念 爸爸最喜欢在狭小的衣柜里换衣服 那是因为那衣柜里贴着小七的画 和他们母女的照片 爸爸是那么重视家庭 他只是从来没说出口过罢了 此时追悼会已经开始 佣灵和小七拼命的往那赶 小七的朋友们已经把葬礼变成了灵堂蹦迪 小七赶到之后 已经到了献花的环节 别人都去献花 却有个航天员送了一套宇航服 因为上天是社长的理想 小七到了之后 准备开最后一场演唱会 他的粉丝都在台下大喊着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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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却清唱了一首 小时候跟爸爸一起唱过的歌 小七在台上红了眼眶 在场的嘉宾都哭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完全没有存在感的幽灵 站在了棺材面前 社长说 哎哎哎这个少年 我可不喜欢男生啊 别跟我来王子文姓公主那一套 哎喂只见幽灵亲了社长一口 这一下传递了静电 嗖的一声 社长的灵魂被拽进躯体 杜布和坏老大看情况不妙 关上棺材盖就直奔火葬场 小七拼命追赶 但还是晚了一步 眼看火葬场上黑烟冒起 看来爸爸真的死了 突然燃烧室里传出了声音 然后直接门开了 爸爸穿着防火的航空服出来了 老爸当着记者的面说 人都要死过一次才会懂得 平凡的活着是多么珍贵 小七也表示 自己会实现爸爸的愿望 继任下一任社长 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停掉回春药罗密欧的研究 他说 最幸福的不是长生不死 而是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 说着 他一把烧掉了罗密欧的研究笔记 电影《试着死了一次》 也有另一个翻译 是靠北少女 整体是个沙雕喜剧 可以无脑观看 内核是讨论关于亲情 关于死亡的老生常谈 只不过在极为欢乐的氛围中 在超级豪华阵容的加持之下 总体来说 是一部非常不错的搞像文情片 而且电影前期埋了很多小梗 到结局的时候全用上了 比如说社长 有小空间换衣服的技能 导致他最后能在棺材里换衣服 比如他最喜欢宇航员 到最后就穿上了救命的宇航服等等 非常巧妙 无厘头又很欢乐 感觉适合在圣诞节再看一遍 看完这部影片 小七理解了 爸爸的爱深藏在心 爸爸理解了 要珍惜家人 爱要偶尔说出来 而我理解了 伴葬礼和伴演唱会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 好了 本期的影片呢 我们就先解说到这里吧 您是否也有过曾经排斥父母 但后来又理解他们的过程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闪电留言 说出你的故事哟 也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关注我 打开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